在现代社会中,失眠的情况变得日异常见起来,在失眠发生的时候,很多人都会觉得苦恼,由于失眠而整夜睡不着,此时又应当要如何是好呢? 目前认为,要想摆脱失眠这一情况,此时就要注意做好生活习惯的调养,在必要的时候,还可以借助药物的辅助。 需要注意的是,人体在自己中所需要的睡眠时间,往往会随着气温的变化而有所不同。 虽然正常认的睡眠一般是保持在8小时左右,但是由于个体间存在有差异,因而可以越来越差别。 在平时的生活中,要尽量让自己保持心情的愉悦,或者在睡前保持体体状态的平静,尽可能不做剧烈的运动。 尽量排除心理的干扰,有条件的话,还可以适当进行体育的锻炼,以增强自身的体质。 研究发现,在锻炼时,机器脑内可以产生内肺炭这一物质,而内肺炭却有很强的震惊作用。 当然,还要注意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,尽可能坚持晚上按时上床,早上按时起床。 在白天尽可能缩短睡眠的时间,以免打乱机器正常的生物中,加剧晚上的失眠的情况。 对于那些已有失眠症状存在的人,此时则应切记继续熬夜工作,用哪些睡前促进睡眠的想方法? 具体如下,一,睡前泡脚,事实证明,在睡觉前半小时,用温度合适的热水泡脚,可以有效地促进睡眠。 人体脚部学位很多,泡脚能促进血液循环,放松身心,加快进入睡眠状态。 二,睡前洗一个温水澡,适合的水温可以让身体的血管扩张,血液就会大量地流入扩张的血管,大脑的器官血液就会减少。 如此一来,就会让大脑发出困倦的信息,让人产生打哈欠等行为,有助力进入睡眠。 但要注意的是,如果水温过高,反而不刺激身体造热反而失眠。 三,喝杯牛奶,牛奶中还有一种氨基酸,这种氨基酸对人大脑会起一种镇定的作用,让人安静下来,更快地进入到睡眠状态。 同时,睡前牛奶只是要喝适量,就可以起到安眠作用,喝太多的话可能导致淹妙。 症状,想要改善失眠的情况,要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很重要。 若有必要,需在医生指导下借助药物的帮助,才能让失眠的生物都恢复正常,让失眠的问题得到改善。 擅长,临床工作13年,擅长神经系统疾病,头痛,头菌,病前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Z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还计划顾客